現在我們國慶日要邀請到全民一起來到高雄 所以交通接吻的資訊就相當的重要了 現在我們要邀請到的是交通局局長 鄭有翔 鄭局長 韓市長 還有兩位局長 還有兩位議員 還有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 跟各位來做一個說明說 我們在配合國慶的就點小的音樂會 以及煙火釋放的時候所必須要討論接駁的思想 我想這個是配合整個在釋放煙火的時候 因為就在我們就點小的附近的時候 事實上有兩個重要的車站 台鐵的九區堂車站 以及我們捷運的大樓站 所以這兩個地方 捷運的大樓站跟九區堂的車站 我們都有安排兩條接駁路線 這個分別大概是1.5公里跟10公里 我們有兩條 總共有百輛車 所以我希望說各位如果 視頻朋友如果要來參觀 我們這個所謂的草地音樂會 以及這個煙火釋放的時候 希望是說能夠開車的話 是到捷運站附近把車停下來以後 使用我們的公共運輸工具 到大樓車站以及九區堂站 我們有接駁車 大概很快的能夠快速的 讓各位很多送達到這個地方來 那是因為時間上下午3點就開始了 所以說其實慢慢慢慢的到會場 這個部分應該是比較沒有問題 那特別是到晚上 因為煙火是8點開始示範 大概是8點42分示範完畢 慢慢慢慢的一些市民會離開的時候 這個部分時間比較集中的時候 而且那個時候的燈光比較暗的時候 請各位能夠注意安全 然後也接受我們現場的這個導覽人員的這個出導 讓他們都到捷運站裡面去搭乘 捷運車然後到達這個九區堂站 以及大樓車站 那當然如果說這個交通量 大到我們無法復合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也有一個備用的一個方案 不過這個我們還是希望說 能夠大家盡量使用我們的公共運輸工具 來讓我們使用這樣的一個參加這個活動的時候 能夠更順利 不會產生太多的等待時間 以上報告 謝謝